《瘋狗編輯室文集》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驗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雨,欲購重蓄 後面相當知著名 這是一塊木乃伊的靶 前兩年,大陸網絡館 將階級文物 都不止還有其他文物 拿來香港戰爭一次 來過幾次 我們都有看的 其中一個就是 你看到那個 不是只有木乃伊的靶 木乃伊的靶 本身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文物 現在你看到這個 有號碼的22542 你可以上網查 全名叫做Museum Object 博物館的展品 22542 那個樣子是一個祭司 那個神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阿瑪伊的靶 放在大英博物館裡 這個被稱為 Unlucky Mummy 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而且很兇 應該是 你看他的樣子 不是,我說他那種Energy 惡得很厲害 應該是 出名的 對啊 整天出名 出名對於維基百科 那個故事是怎樣呢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就是說 他這塊只有棺木 其實就不是那個Mummy 即不是那個莫乃伊 是那個棺 那個棺裡面這個 即是這塊板 因為你看到就是 在莫乃伊的那塊板 它裡面 即是它底下 和上面都有 它底下那裡都有文 有的 譬如好像這個 他畫了個樣子 有些皺紋 不肯定 我們就估計 就應該是他那個棺木裡面 即是木乃伊的那個園 即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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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肯定的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這個 就在 19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 應該是一個貴族來的 就是去埃及 那你知道 當時 英國 美國 甚至法國 那些 那些 全都沒有狼 就是建一些古墨就要放 是嗎 那有些離譜的 就是 譬如在 烏甲電那裡 是整個 那些 大理石那些 那些柱 整個拆了下來 運回 運回到英國 那邊之後 就是大興百物館 那 中國也遇到 類似問題 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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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那些 是整個壁畫 那個賊歌就是美國人 整個賊掉下來 賊不到就用膠紙去貼 做浪過你剛才說的那個去蓬佩 但那些人沒什麼笑 那些人是強搶集團 整個軍隊 而搶的就不止日本也有搶 總之就搶回來了 但是有些人出了事 就是個別的人出了事 這個怎樣就是 他們去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應該不是說 跟這次的法案是無關的 大家不要誤會 就應該散落在帝王谷裏面 到現在還可以挖到木乃伊出來 到現在還有 所以當時這些古物應該散布在 有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就是多到你 落屬的古廟更加多 有些你整個拆不到 有些是整個幾米高 那些就放回原位 但他拆得到那些全部都沒有 那這塊是怎樣的呢 其中一個來的 很細小的東西 那個英國佬 跟幾個人一起去的 那大家抽籤 抽到誰去買 那這個抽到呢 這個人就叫做 Thomas Douglas Murray 梅里 那他抽到買之後 就開始發生一些 那些不幸的事件 就是他打獵的時候 那支槍爆 就跟著整個手 那整個手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整個手也找不到醫生 就是那個地方比較偏 就是一個生的那些罪 就是那些爛獄 爛獄 爛獄呢 生了十天左右 才找到醫生 那醫生來了 就說沒得拿 然後撤掉了 那就已經在哪裡了 那他就 不管了 他覺得 都跟這件事 就拿了回去倫敦 因為回去倫敦 就開始更加多的問題 就是那些搬的那些人 就在那裡 剛才我們說的那裡 就亂說話了 就是搬這件事的時候 就在那裡嘻嘻嘻 就甚至可能 就是對這個 就是官本身 講了一些不適宜的說話 那結果呢 那兩個搬了 很快又死了 那你開始就 咦 覺得不多妥 就轉手了 轉手又是 又是開始有事了 怎樣有事呢 就是 他不是賣給別人 就是先放在別人那裡 就放在那個地方那裡 可以爛得的東西 過一晚都全部爛了 是 但是解釋不到為什麼 是這樣的 嗯 那那個傳說 就越來越離奇 這樣 就離奇到 就是這個福爾摩斯 那個作者 柯林杜爾 都走來看看 他說這個東西 有些問題 那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是原裝來的 即是那個木禮依 那個人樣來的 嗯 就是看到這個人 這個樣子 有些怨氣 有些惡毒的怨氣 嗯 其中一個呢 就是一個記者 也做了攝影 嗯 他去拍這個觀目 拍這個樣子的時候 在那個負片那裡 就是那個負片那裡 看到那個女人 嗯 那去到這裡 就 就是大家都 starts 開始 開始 講一個叫關愛及牧禮依 的詛咒 詛咒 對 那麼 大家都知道 就請了當時 是在倫敦的神志學會 的法理人 嗯 就是這個 Madam Blavacki 他一看,這是一些很厲害的東西,你不要放在這裏 這件事後發展到怎樣呢? 傳說在鐵達利號上,其實就有這個木荔伊 原因是因為當時有一個記者叫Waydom T. Stead Stead就是S.T.E.A.D. 當時是一個很出名的記者,因為他是專門做一些所謂的調查報道 他就說回這件事,結果當他說這件事的時候 即是說這個木荔伊的時候,鐵達利號就撞到冰山 後來他死了,後來他救人,就說回這件事 現在這個博物館,這塊板其實不是一個木荔伊 就放在大英博物館其中一個展覽室裏面 但大英博物館一來有些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晚上黑暗的時候,有些怪聲,有些東西會動 我看過的,某些角落的確是稍為陰森少少的 但Anyway,大家報告很多人去,人氣很重 所以大家不用怕了 阿紀圖你看到這個就是,你發覺有沒有些問題在裏面呢? 不是,我戲都看過好幾次的 你研究古埃及的這些文化,或者他那種留下的那些就座 其實都是一個叫我們研究來的 不是,埃及很會多,埃及真的很厲害 就是,譬如我們第二次的講義,有個朋友 都是舊年,前兩年的事 就是他,就是廣闆鄉有個旅遊客去到那裏 摸過那個不知名的神像回來 就開始有少少困擾了 那他,因為最關鍵你古埃及的文明 就是,如果我們這樣分析的時候 我們都常常說,如果你由古埃及的文明 去到我們今時今日這個,就有個十三文明的階段 而他,就是一個開頭的文明 就是,開始有技術 就是,有留下了很多文字 有很多一些文物 你可以看到這個歷史的,即他的文化的存在 而他裏面基本上有很多,如果我們研究那些物件 他會不會有一些人的訊息留在那裏呢 其實在古埃及那裏都已經,他告訴你 是有這種 energy 譬如陰間的,他裏面最關鍵就是 在那個時期已經說了,我們這個世界 除了我們可見,這個現實的世界存在 他已經在他們的文化裏面說了出來 有另一個黃泉的世界 所以他那本死亡之書 都很重要的一個典籍 他裏面,所以裏面有很多古埃及的文字 或者他那些物件 裏面都充滿了那種叫做是 有很多記憶的訊息在裏面 那裏面屬於了已經過去的 總括來講,已經叫做是死了的一些訊息 他一直留在那裏面 尤其是你看那個版的那個形象 他肯定不是一個泛泛之輩 而且他可能 他可能他本身的地位已經很高 而你很多時候,你很冒犯 作為一個叫做之後的人 你看到這個版,你就當他是一個很珍貴的文物 拿出來的時候,你不是對他有所敬畏 可能當時大英博物館 他也是有一個貪念 而你將他從一個叫原地 原本的地方移走了 拿去另一個地方 令到他離開了家鄉 所以有很多這些種種的問題 你會看到他裏面的 若果你相信有那種叫做死了的訊息 還留在那裏面的時候 怎麼會不搞你呢 後面你看到這個記者 就是研究他這件事件 死了 應該是自然死亡來的 但他們後來 一個專門研究埃及的考古學家 就做了一個法事 做了一個儀式 不要說法事 他做了一個法事之後 這些事情就減少了 甚至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放在大英博物館裏面 都不是的 他以為沒有了 因為我們從古埃及的那裏 開始認識到 叫做是物器有靈 每一件物件 都會留下一些訊息 不單止他那個形態裏面 都已經有個意義 我們牽涉到 如果由古埃及的那些文化 作為一個起步點 你就可以追回之前 或者神話裏面說一下 我們的世界 那些叫做物者 是怎樣做到那些物件出來的 這個就基本上 你可以說在往之前 一個踏腳石來的 古埃及的那個文化 所以他裏面那些文物相當之珍貴 是因為有這個原因 大問題是 如果你不搶 你不挖出來 我們現在不可以看到 還長埋在埃及的沙堆裏面 你不是看了你就會明白 你看是一種貪念 你好奇 這樣東西未必適合你看 你突然聽我說 我想知道 未必是需要知道 那你這種說法 事實上 在他們那個年代 即是在二十世紀初 十個世紀末 的確有大量的英國人 寫上去報紙 叫他不要這樣做 不要再挖 再挖 就越來越多這些東西了 因為而且 你會看到 到目前來說 大家會對這些古物來說 除了大家去研究欣賞之外 他還有一個更大的價值 所以 為何那麼多人 就算 在古墓裏面 他都會盜墓 在那些博物館 都會盜畫 會偷 因為他還有一個更大的價值 就是 錢 作怪 錢作怪 這個牽涉到我們 經常都有說 例如 古埃及之後 跳到西藏高山那裏 那些伏藏的物件 最近有中國所謂行為藝術家 在波野光柴峰上搞事 是啊 那不是已經搞了嗎 搞了 不知道怎樣 結果 基本上現在搞搞震 全世界的人都搞搞震 但他裏面那裏 其中一個伏藏 伏藏就是對於一些 好像這些物件 或者一些叫經書 他們都會知道 有些經書 或者有些物件 不是就這樣 他製造之後 就不是就這樣被人用的 可能他最重要 他就在那裏 做一個叫做鎮壓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 用這個文物 來去保護著那個地方 裡面的風潮雨順 你一拿走它 那些東西都會出來了 是啊 這樣會有問題的 或者就算他出土的時候 有數得計 那你這個 譬如這個 這個事件 你這班英國的考古學家 你是不是那些 令到他出土的那些人來的呢 因為當他出土的時候 通常這些伏藏 那個系統來說 他有作用的時刻 這樣就會是出土的時期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的埃及人 埃及人 就不是那個時候 是埃及人 是兩種不同的人 所以現在的人 不太在乎 總之你有錢 什麼都行 都不行的 為什麼現在世界越來越糟 就是這樣 就是他沒有了這種知識 這樣的 因為我也是提到 那時候我跟MC人 去北丹的時候 最有幸的是 去到一個廟裡 看到一個寧波車 那寧波車 他專門負責 就是蓮花生大使 去出土的那些伏藏 他就做一個叫做 做了一些法事之後 那裏 他是做一個叫做 保留的那個人 好像有七十多份 那我呢 那時候就是跟MC人 我們都 大家看回 聽回神秘之事 我們有講過 那見到其中 也有幾個重要的文物 因為那位主持 那時候他很喜歡香港人 就是因為他說 香港有很多他的朋友 就幫不丹 就是有很多 就是保護了很多的文物 還有幫他們起廟 就是資助來起廟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 這些叫古物 真的可以是很神奇的 譬如他會 大家會聽回那一集 那就會明白 現在不多說了 那現在這個 這個 《鏡木乃伊》 這塊版本 就在第一博物館 第六十二號房 裡面看到的 所以大家 有機會可以看看 那實際上 這塊版本 也都在十幾年前 在台灣的古工博物館 製造過 那看什麼時候來香港 那我們接下來 再講 最經典的 也很遺憾 就是 昨天才這麼多年 竟然都忽略了你的題目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 淘坦卡門的取咒 那又是耳熟能場 但是近年 就有些新東西出來了 所以都可以繼續在這裏 跟大家講講